歡迎大家收看普雷斯頓卓球賽 主持節目的是梁少才 決賽的賽事是由奧蘇利雲對麥古洛 雙方便打過兩次,奧蘇利雲全贏了 麥古洛現時的世界排名17 1992年轉打職業 他在四強淘汰古字進入決賽 至於他的對手 現時的世界排名第一奧蘇利雲 有火箭之稱 1992年轉打職業 他的威風很厲害 147打過六次 他在四強淘汰亨特而進入決賽 這次賽事的獎金也相當豐富 冠軍可以獲得六萬英鎊 至於亞軍也可以獲得三萬英鎊 賽事是十七局九勝 奧蘇利雲開球 三個鎊筍避開藍球 把白球送回底 稍微大力一點 也不要緊 只剩下一個紅球 讓對方看到而已 麥鼓洛是左手的球員 推彈力量相當之好 起碑能力也相當之高 我看看這次 如何對抗奧蘇利雲 相信他要先發射 出擊很直 直上直落一點點都沒有 不過是不中球 給了四分對方 最左手邊這個紅球 如果藍球遮不住的話 是有機會可以封印尾袋 避開一個黑球 把白球送回上去 落一點低Q 左手邊塞 送得很漂亮 可惜力水很麻煩 1 其實這球的大前提 就要避開黑球 盡量不要卡到中間堆紅球 把白球送回上去 所以力水很麻煩 其實奧蘇利雲有一招 是相當成功的 因為他左右手可以左右開弓 假如他打就打就拿著左手出來 會令對方很難招架這一招 左手也不夠他打 他可以這樣想 令自己可能打球方面 有一點點是很尷尬 對方還沒拿著左手出來 暫時還沒拿著左手出來 鼓落 四招 又要 似乎是想把右邊這個紅球避開黑球 把白球送回上去 又來一次 好 Foul and a miss 的確這球要打很薄才可以 因為如果是厚的話 就會是柯虎或者中了一個 jaw 再來 No, it was about that far away from me OK 同意了 一模一樣 打擊 打擊 Ronio Sullivan 這個球不同了 似乎是黑球頂上 都不等球停了 叫他再打 球正告訴你不要再打擊 OK 否則會淘汰你的 這門球 真的成尺打中 害怕起來 因為如果你連續三次 這樣看見打不到 球正有權就把你成局淘汰 夫婆母你也打不中 其實這樣設計也不是 一個很壞的設計 對方也不是很有機會 的確 設計 但是呢 看看能不能爭取到上風 右邊這個紅球可以試試 可以推尾袋 先看一看 究竟白球走到哪個位置 有黑球打兼看 紅球不是很壞 沒有什麼位置 好 那也是初初開球 手有點冷 用一杯暖水 暖一隻手 先 確定 把白球沉底 相當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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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薄皮 把白球送上去 雖然中間這個紅球是沒得射的 好 但是呢 墨鼓洛可以推前 是困在藍球上 利用藍球 是困開少少少的白球 用綠球去遮對方 的 試試看 這樣設計 現在這個黑球呢 就被紅球封住了 好 薄皮 碰到啡 好了 墨鼓洛可以打個三分之一 兩條骨筍把白球 收到黑球的黑球後面 好 這次厚一點 不會錯過了吧 行了 做得很好 稍微大力一點 貼不到骨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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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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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藍波應該還有 中間堆紅波雖然很散 但白波的位置很理想才能調整 相信他會調黑波對上的兩隻紅波 右手邊的那隻 發力踢下去, 一個不錯的 碰得不太理想 吃 但有尾袋可以嘗試 不過是背仔 當然盡量摸散一點就更好 也不是這麼理想 好, 要發一點點力 七 可以打個六波 調黑波對上這個紅波 如果調到角度正確的話 就可以困黑波旁邊的紅波 這個角度 很大力一點, 好像 真的嗎 小多半個波位 也不是, 有個斜位 錯了 這個角度也不錯 棍橫 困 困 黑波旁邊的紅波 最好就是困開邊 不要困在膚部裡 太好了 這個角度 正確 18 19 26 27 27 29 38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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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可以打個拼的 上大波上籃 41 最近白波這隻,Stun Hwang 可以調到黑的左手 稍微薄了一點 42 也沒問題 其實一比奧蘇利雲入到局 真的很恐怖 49 它的起迫能力真的很強 好像剛才這局球 其實不是容易可以拆到這樣的 50 可以看到現在這球 是被拆到全部散了出來 打個Soft Scoop 調成平波對落這隻 56 56 57 這個斜位可以調到黑波對上這隻 這隻 53 分數夠了贏了 6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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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雷斯頓出球賽 奧蘇利雲對麥古洛 目前奧蘇利雲是2比0領先的 看得很漂亮 白球是埋了邊的 右邊要花一點力才可以避開黑球 稍微放薄一點 左邊的紅球 Q法要很好 在中間那堆紅球和黑球中間穿過 上來 有兩個球位可以讓它穿過去 打個stun shot 避不住了 想就想在兩個紅球中間穿過 但穿不住過去 左邊的紅球應該有中袋的 更厚了 什麼的進去都是剛剛滑的 輕力推前 適合她的範圍 推彈 她很喜歡打推彈球 1 踢一踢個黃 可以選擇黃或者啡 黃球是窄位 啡球是薄咳 兩個都差不多難度了 可以把白球送上來 啡球可以把白球送上來 差點把紅球帶進袋子裡 放進袋子裡 放進去 真是美麗了 5 直得看多次慢鏡的 鍵得很漂亮 推彈 調整個拼球 中帶 6 若果待會把白球留在現在拼球附近 就可以調整個黑球 黑球的Sport怎樣有得擺 這盤球都挺好打的 一個很好的機會 漂亮就漂亮 剛才打了個Fairball 是爆落到紅球裡 是爆得很好 Stun round 對外邊有個紅球 哎呀 不要啞了黑球Sport怎樣 12 好 扯上去 13 大力了一點 這個角度是較為斜了一點 不是很理想的 對外邊有個紅球 如果不啞 扯上去 紅球 好像比較快 如果不啞 扯上去 那些角度較深 不如選一個Pfairball 推彈帶口 哪個角度 不是 還是會走上來 右邊代口附近 17 不是很有把握 你能夠把黑的 這球不如 你也選擇把藍先教 18 彈過來 想教拼 似乎大力了一點 如果多教拼就好教 尤其是後球 可以轉橫或移動後 再教黑球旁邊的紅球 這樣入局就較接近黑球 轉橫 兩三個波位好了 切深一點 漂亮 好了 調到黑球 左邊這個紅球 24 低球 借一借隔離 旁邊的紅球 退後 再捆一捆 遠一點 那個紅球 調到黑的 再捆兩個紅球 都不用捆那個 其實它可以再扯多一些 捆一捆那個 就更加好打的黑球 現在角度 都稍微斜了一點 但其實可以退多一點 好少的 RES又要搏長 Q又要搏長 都頗兇 要搏長 要搏長 要搏長一點 對 好球 好球 借一借旁邊這個紅球 退後 調到黑球左邊這個紅球 這個紅球 這球很漂亮 32 一個直 shot 可以退後過兩波位 調到黑球 不要退太多 不要退太多 OK 33 桌上沒有多少個紅球 可以選擇 看一看後面 代後邊這個紅球 好球 扯進界裡邊 保守一點 彈出來就行了 39 打了39度 好 其實我覺得他 打個啡球 或者打個綠球 去擺球 擺得不錯 40 正常話 這個球又 照樣煮碗 誰不知他教過藍球 但是扯少了 其實他的球 想扯下去 搭到枯筍 是上來的 但是扯得太深 白球 埋不到枯筍 結果打這個藍球 是較為斜了一點 把球打壓 在這裏上 用低球 是有困難 都嘗試 隔掉一個球尾 看能否困到 右邊的紅球 這兩個紅球 如果困到這些紅球 還有機會 可以選擇 不是喔 試試看 四個球 穩固 穩固 打得40度,41Q 也是一個好手 但是奧蘇利文有很多種設法 左邊這個紅球要打一個cross double 把白球彈上去 大力了一點點 設置最右邊這個紅球 打個駁咳 避開綠和啡 打到,但是不算很辣 我相信奧蘇利文會下一點西 把白球交到六球那邊 沒錯 利用六球 希望封住右手邊這兩個紅球 迫使對方打左手邊這堆紅球 六球遮不遮到右邊這兩個紅球呢 很關鍵,應該要遮到的 要舊球 舊邊這個紅球 夠到 平均對落這個紅球 雖然可以打,但是無法教球 可以打一個薄切 打一個半球 在飛球和六球中間穿上去 看可不可以利用那個飛球 封住對方 這樣打,只有兩個方法 可以打的 在這裡量度,看看怎樣才能量度一些 當然也要考慮另外一件事 就是會不會把紅球帶到袋友附近 打薄皮 想把白球貼在旁邊 不過力度比較小 可以打一點 平均對落這個可以切尾袋 如果打得那麼薄 就可以在紅球中間穿上去 也不是了,試試穿得穩固一點 也是把白球放在綠球那邊 應該沒有了 這些球都不用看了 剛才那個球對著袋口的時候 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 是不夠的 純粹是安全 打個薄皮 這麼危險 右邊有球打 走過來這邊 雖然未必可以設定得好 但是… 都可以先設定對方 這個位置好 幾乎遮掃 還有右邊的紅球 只能看到薄皮 其實埋邊球是挺難設定的 一定要種薄皮 這麼遠打薄皮 會有些難度 一種口 白球就會走得很闊 走不到上去的 熱身了,不同第一盤 連續打兩個miss 是 現在還要把白球控制得很好 還要把白球控制得很好 還要把白球控制得很好 黑球左邊這個紅球 有都是一個薄皮來的 遮住了 是 冷一點點 不要動太多 一點點 哎呀,不夠 好了,打回個miss 敲打個miss 球是5 網網沒有飛球 沒有飛球 可以叫他打多球 好 重擺 再來一個 看看 Ronny 好 雙方同意 是這個位置 再來 因為它不能動得太多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比較接近 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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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有雙方 4 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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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方 雙方 雙方 嘴 這個角度相當之好 分 正在推翻 走下來,調成黑球 左邊的這個 6 調到黑球會有點危機 調成這個,調成這個 調成Ping 7 放在少許斜度 推前一點 交對落這個紅球 桌面上還有七個紅球 領先62度 兩個紅球就夠贏了 對,不用勉強把白球送上去 四點 還有一個紅球可以選擇 就是黑球左手邊這隻 棍橫,避開一個拼 在拼球附近 當然偏右邊一點就能夠調整 漂亮 好,停了… 多一點 19 緊緊線 我不問水 20 還有67度 桌面 已經領先69度 夠贏 夠贏就玩一下 打個拼,撞開它 好球 雖然不太理想 但是旁邊有兩個紅球可以選擇 打近這隻 軟的拼,加一個紅球 薄了一點 Pie McCulloch,26度 領先75度 桌面上還有67度 還有一個袋口 很可惜黑球就封住了 就是說它拿分就不可以拿那麼多 就是說一定要教黑球 很窄的角度去教黑球 且深了 教不了這個黑球 不如投降 目前的分數是1比2 麥古洛是落後的 好球 謝謝 继续普雷斯顿却球赛决赛 奥苏利云对麦古洛 暂时奥苏利云是以2比1领先的 麦古洛开球 漂亮就漂亮 左手边有个红球可以try 推尾袋调较黑的 要就力度推前一点 因为中间那堆红球 左边角落头有个红球可以有右面尾袋打的 推下一点就不会输那个 很高难度的一个球 远程刺枯 真准 这个斜度很难调调一些宁丁的球 相信它会发力爆下去 但怎么爆呢? 右边有第二个红球 没错 爆得很漂亮 因为那只红球比较松一点 如果打下去是可以令到那些球比较散 推弹 两个红球 稍微退后才是 Thank you 稍微被它握住 其实这球开球都不错的了 白球是黏红球的 只有一个红球是出来的 再加上中袋 16 退后 一条红球弹出来 亦都可以是加上黑的 但是你看看它怎么留 留一个什么叫angle去打黑的 17 选择是交个蓝 伸展黄一点 中间对球最右手边的那只 22 还有一个角度 可以射尾袋 退后 23 稍微多了一点 再看看 这只球有没有 有就简单 推前就可以了 好敏 不是很够 不是很够就是 再留慢一点 交往左边第二个红球 好敏 好敏 好 可以把红球更加爆散 也不用那么大力 很厲害,在偏向左邊一點進去 對了,不用太大力 選擇的角度當然是漂亮 偏向左邊一點進去,沒錯 退後,調黑 35 42 43 輕力,拐橫 三個紅波都可以選擇 50 當然是最接近黑波的,好調一點,退後 51 50 Soft screw 在紅波旁邊拆過 58 59 59 59 桌面上剩下六個紅波 打多一個紅波,一個顏色波都夠贏了 56 其實這盤球,我覺得它是第二個紅波選得好 選個藍波去教 若果它貪147,扯退後教過黑的話 其實就不會有這次的環境 在決賽中,贏的球比打147 這盤球 這盤球 73 稍微更薄一點 即可 斬橫 都有 打了80度 80 直退,彈出來 81 好位 推到旁邊,調到右邊,這個紅波 18 力量留在斜面 89 再留一個斜位,可以放在旁邊 很方便 讓她打出來 如果練習,要勾她出來 96 拼長一點點,可能不用用摔倒 96度,夠了些贏 看能不能打過百 不錯 好漂亮 十七 很漂亮的角度 把白球放在底下 輕輕力抖抖的紅球 十四 有未代嗎? 沒有的 試試看如何 雖然這個球是不進 仍然二一零四是贏多一局 目前是以三比一領先的 普雷斯頓桌球賽 奧蘇利雲目前是以三比一領先的 剛開過球 左邊有個球是彈了出來 可以推彈教個黑的 亦都可以是 發力上去教一些細顏色球 有個斜度 不是那麼直 扯回來這邊教個黑的 可惜是不進去 你打得很準的 只差很少 厚一滴 黑球對上有個眼 有個紅球 是可以是 推彈 教個黑的 但要推得很油 解完位 就會打到黑了 有一點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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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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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用力,一用力的白球 就會黏在紅球上 8 現在還有個中袋 一個很窄的中袋 可以嘗試 很窄 Bernier Sullivan, 8 只是打了8度 左邊有個紅球可以射尾袋 調成藍球 這個中距離 射得很準 藍球要調成左邊這個紅球 有一點點難度 可以選擇打個啡的 調成中袋 也可以選擇綠的 待會再去修正 打個藍 打個藍球 打個藍球 打得不錯,有個中袋可以打 6 很可惜 很可惜 是左邊代口邊這個紅球 是封了黑球 中袋是很好打 不過很難調 所以選擇是打在右邊這個紅球 打個Soft screw 把白球運回到左邊半邊打個黑球 好球 好球 其實博腸之Q用這些陰力是有點難度的 想不到他打得那麼好 7 好,看看能不能想辦法解決 左邊代口邊這個紅球先 打一個軟弱,擀一擀 右邊那四個紅球 黑球數上去對落第二隻 擀一擀下去 不可以教到Cuzn邊這個紅球 但只要待會再教 這麼蚊 真是慘了,中博了 可惜 一個這麼好的機會 也不會 而且這球真的可以教到 菇筍邊這個紅球 不用那麼薄 OK OK 不是擦白球 是擦紅球 可能它想打回這個紅球 我打了這個紅球之後 旁邊那隻就解開了 然後打個黑的 然後再打左邊袋口邊這個紅球 扯退後把白球走到哪裡都可以 1 扯深一點 扯黑球底 8 很好計劃 就力水了 9 有個斜度 可以打個 top stun 彈出來 16 打個 drag shot 推前 17 15 這個斜位可以推下去 把白球留在左邊半邊桌 24 選球真的選得好 選第一個紅球選得好 通常很多人看見袋口邊 先打開 25 這球球真的選得好 Stunt橫 彈出來才是 交回右邊的 32 一個小小的斜位 33 也有個斜度 也有個斜度 推彈到左邊 這樣捧得不錯 40 先打個中袋 Stunt橫 41 41 輕力推彈 一點左手變西 OK 要抹球了 一被他拿著機會 都挺危險 你看到他 是 拆球真的很熟 好 48 再打個 soft screw 49 一個不錯的角度 一個不錯的角度 Stunt橫 避開旁邊的紅球 56 57 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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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 再推彈 想調整 這種紅球 但是最輕鬆 加了一點 上去教綠球或者啡球 可惜這球更薄了 Boneo Sullivan,72, and the frame 因為分數夠贏,麥古諾是投降的 目前是以4比1領先的奧蘇利雲 繼續,普雷斯頓桌球賽決賽 奧蘇利雲目前是以5比2領先 分數是53比8 第八局 沒什麼機會,要share kill 打個駁咳,避開左邊骨順邊這個紅球 想打上面那隻 但又怕是卡到左邊骨順邊這個紅球 第二樣怕呢,就是這樣 怕會把黑球放在袋口上 這個奧蘇利雲很漂亮 白球的骨順,黏得緊 只有一個奧蘇利雲 左邊第二個紅球,看薄皮 避開左邊骨順這隻紅球 把白球送上去 右邊 沒什麼機會可以設定的了 右邊 有個符鹿 這樣又不同 這樣把紅球推進去 哇,發達了 這球其實想設定球 但更厚了 沒有人會這樣做的 如果這樣撞下去 真的… 沒那麼拼命的 好,看看哪個球 黑球 黑球帶口邊 但黑球很難教 不容易教 藍球比較好 打個軟骨 在紅球中間穿過 彈高 調回中袋 這樣就好 想卡正 如果卡正就好了 扯深了 卡錯球 應該卡在紅球上 不應該卡在拼上 如果卡在紅球上 就有個中袋可以打 浪費了 如果卡在紅球上 都脫不了 一角 試一下 打個薄皮 走去右上角 尾袋附近 黑馬colic 6 這球看得不錯 當然 左邊還有個紅球 一個遠程 白球 白球 一邊 奧蘇利文 可以打個萬流 彈高一點 調回黑 想就想這樣做 這個中袋好打 好可怕 麥古樂 剛才有個很好的機會 把握不了 現在有另一個黃金機會 分數落後 14比53 看可不可以追上來 1 好 先調成啡 扯退後 在右邊的中袋附近 彈出來 把白球留在右邊半邊桌 打個黑的 這個黑的比剛才好 因為可以打個半球 拿很快 打得很快 �運 只要用力 水就可以了 教到中袋了 8 其實打拼球對落 的需要 打掛 一條骨 115 一條骨 115 打掛 打掛 橫 9 8 其實這場球麥古洛已經打得不錯了 有機會他也可以把握得到 奈何奧蘇利雲實在太厲害了 起逼能力真的很高 幾乎可以說你有機會給他 他就可以贏得到你 其實現在的職業水平已經到了這個階段 只是爭取一個機會 16 我們看看這球麥古洛可不可以起死回生 斜位要調成藍球 17 力水不錯 可以打一個Softscrew 調成拼球對上那隻 其實拼球對下那隻都有的 可以選擇 兩隻可以選擇 22 Q高 好 如果打是接近藍球那邊那隻 是可以拼拼拼拼的 我將兩個球更加分開一點 而調成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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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難教的那隻就是 36 即是說 在打這個紅球的時候要流力水了 37 留下一個小小的斜度打個黑腳 把白球放在旁邊 最好是蛋糕過多 最多都是兩個球位好了 真的兩個球會 44 就力水 45 落在那車裏 打個 top stump 在中袋附近是彈上去 一流的线路 稍微嫌,力量不是那么好 似乎直了一点 弄得也不错,真的很漂亮 有点斜度 打准备了 晋升位 拼后出贱冰 六10度 拼前十五度 标前25度 打两个就够赢了 五十七 真是好球 比他争取到一个中袋的机会 就是打到现在 現在很高水平 夠贏了 當然最好是打到對方沒得追 滴他進去中袋 也不想趕快追,教拚了 滴他進去吧 雖然打薄了,但分數遠遠超前 最多一局,目前只不過落後3比5 普雷斯頓卓球賽決賽 奧蘇利人目前是以5比3領先的 剛剛是他開球 未能夠把白球貼在骨頭邊 右手邊有個紅球 可以try 避開黑球,把白球送上去 快點 很準 這招真是偽高人膽大 這麼遠還可以夠膽留力 想要教個男 真是偽高人 真是偽高人 很膽 打個男的發一點點力 在啡和黃中間 穿過來 拿左邊的骨頭角上來 拿左邊的骨頭 很漂亮 6 還可以選擇 藍球旁邊的紅球 藍球旁邊的紅球 可以扯回來 如果黑球有的話 就調整黑球 很厲害 打個頭的骨頭 先調整藍球 看拼球有沒有 剛剛有 好,再裝一裝 看還有哪個紅球 好調一點 都沒有了 最右手邊這隻 打了藍球的好調一點 新橫尺 厚了 真是慘 撿到這麼好的機會 竟然是打失這個藍球 只是打了7度而已 還厚了一點 對 以職業水平來說 麥古洛似乎是 技術不錯 但是在心理裡 我覺得他有點犯錯 太多表情 你可以看到奧斯利 其實他贏與輸 他都很少表情 越來越投入 拼球 把紅球推散 上一條骨頭 就在紅球中間 穿過來 左手邊 調整黑球 對上紅球 可惜是扯深了一點 好 沒辦法了 要設定 只打了7度而已 加一點尺寸 在中袋附近落 把白球 卡在藍球上 看能不能 成功 Roney O'Sullivan 7 2個球 都不錯 打拼球 左手邊 第二個紅球 一個薄皮 把白球送上去 做得太厚了 把紅球送到袋口邊 難教一點 要看看黑球 右邊的尾袋 有沒有被袋口邊的紅球遮住 如果遮不住 就理想了 打個stop shot就行了 沒錯 1 黑球應該遮不住了 輕力推彈 加闊代口 其實也不算加闊 你打到附近 只錄到這麼薄才會有 即是說 已經很準確 就算沒有他 也應該有 再一個stop shot 9 有少少斜度 Stun橫 交回右邊 少少高 少少的紅球 又拿左手出來 16 17 去到這個情況下 他的戰略都可以拿左手出來 若果是可以這樣再贏 一、兩局 對方就會很快散 左手就有這個壁柄 那些 stun shot 那些 shot口 就沒有那麼厲害 很厲害 那些球是打深了一點 幸好還有個中袋可以選擇 25 這個斜度 可以調整黑球 對落這個紅球先 清理了這個紅球 這個白球 32 四邊都不能阻擋了 打黑球的時候 就會較為暢順 33 對方 發力 打個top stun 調整黑球 最接近的紅球 40 41 有心留在斜度 當然黑球最接近的紅球 這個紅球 其實還有右邊的尾袋 看看他會不會再調整那隻 碰散它 48 對方 稍微的鹹是卡得太硬 幸好中袋那隻沒有過籠 推彈 純粹就力水 先調整小顏色的球 先把白球 鋼球 朗角 把白球放到黑球 白球 和右邊的紅球 中間 打開 大力了些 Kiki也不錯 就是打開 打開 打開 彈球 幸好有個拼球幫忙 假如不是蛋糕 這個紅球 不太好打 是否可以打開 54 沒辦法 讓白球 沒辦法離開 鋼筍 輕力推前 隔開最遠的紅球 中袋 Chi骨筍 真的好球 61 又拿著左手出來了 剛才用左手 你已經試過一次 教不到了 再來 又不行了 用右手 捧得不太理想 不過不要緊 分數都夠了 贏了 看看打得多度 其實這盤球 最主要是 麥古樂 打這Q球的時候 太大意了 送了機會給對方 當然也要讚一讚 奧蘇利雲的 起逼能力 的確是很強的 他現在白球的走位 可以說純熟到 真是無懈可擊 好像放下去一樣 不是太極了 Tun鑑 太車了 要拉到中袋 順時 收添 78 85 8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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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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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9 9 104 打了104度,果色稍微大力了一點 雖然拼球不入 仍然以104度多贏一局 目前以6比3領先 歡迎繼續回來 普雷舒頓卓球賽決賽 奧蘇利雲對麥古樂 暫時奧蘇利雲是以7比4領先 第十二局,剛剛開球 小妹妹就不懂得看球 躺著睡覺 推彈 看看力量如何 力量了一點 這塊打球 可惜是力量了一點 朗角過來選擇 先把右邊的紅球拿出來 對,6 一個小小的斜位可以推彈 調整黑的 還想留在斜的 如果能留到一個半球 去打左邊的尾袋 可以打黑球,把紅球爆散 因為旁邊還有一個紅球 可以做示範 哎呀,已經拼了 Roney & Sullivan,6 拼了 對方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退後,要留在斜位 其實黑球對上這個紅球 最接近黑球這個紅球 應該還有左邊尾袋 要白球走得很漂亮才能教得到 似乎想按下去 這些球,如果你選不到落點 其實很難製造機會給自己 可以看到它能鍵到前面的紅球 因為白球太重 白球走到黑球 還有一個很窄的角度 可以射中袋 很漂亮 好,看看可不可以修正 這條很漂亮,很窄的 真的只有一個位置可以進去 真的只有一個位置可以進去 對方有一個紅球 但是這個紅球 白球打下去 就幾乎可以說 必定是困到中間的那堆紅球 困了下去 紅球這麼散 可不可以把白球帶回去 變成黑球 確實是 因為球太散 所以互相牽引 令到白球下不來 通常這些情況 如果球是黏在一堆 白球可以滲下來 黑球會升上去 唯一一個黑球 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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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六波封住右手邊這堆紅波 行不行? 走多一點,那些不夠 盡人事了,都是這樣 左邊第二個紅波 還可以try尾袋去教個黑 不過很直 要secure就選最右手邊這個紅波 是否甘心去secure secure 真是很可惜 想把白波沉底 但是一個double kiss 黑波對上有個紅波 可以退後教個黑的 有 怎麼可能可以去到央 不如是不可以做的 要得到藏起 可以去到藏起 藏起 可以去到藏起 藏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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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 打黑腳 這次真的調整中袋了 16 推前就可以調整拼球 左邊的味道也有 看看拼球可不可以放在Sport點上 這樣看法應該放不到 放不到就要在紅球中間 向直線最接近拼球點 但是就不要黏到紅球 23 其實它的原意都是調整最右邊的紅球 24 打拼球拼球 拼球左邊的紅球 流力水 把白球推到左邊邊 先調整中袋 31 稍微大力了一點 唯有抽起Q尾 Stun橫調整黑 32 讓開 滑蛋 要推彈 有些背影子 背影子就可選擇�戒心的那隻 打回中袋 可能太直 太直就調不回黑 選擇背仔 退彈 背仔真的對他沒甚麼影響 好了 放在左邊邊,調整個中袋 如果要贏的話,要多清兩個紅球 所以要預留位置調整個黑球 看能否把紅球打散 太直了 扯少了 還有機會可以把紅球打散 但這條紅球要去得很順 扯退後 彈出來打散 這樣打散的力度不夠 已經捧得很漂亮了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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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比17 領先44度 桌面上還有59度 Try尾袋 把白球留在右邊中袋附近 扯下去 還要一個盒 可惜打失了 還薄了一點 右手邊這個紅波可以在射尾袋 扯下來調黑 盡量人事 只能看著 都很渺茫 挺窄位下的 射一下 打個薄皮 扯上去的六波 希望可以遮到前面的紅波 雖然遮不完 但只能看到半波 都算設得不錯 打藍波左邊這個紅波 設定 把白波沉回底 力水稍微大了一點 有一個半波的尾袋 白波挺接近的袋口 剛剛推彈可以從黃波 旁邊彈上來調黑 都不可以中得太厚 或一中得太厚 就會卡在啡波上 好 哎呀,薄了一點 膠就調得漂亮 還好就是 中間的拼球 和那兩個紅波 遮蓋了袋口邊的紅波 你叫你逼死奧蘇利雲 要搏六波旁邊的紅波 波準真的很有利 雖然有袋口邊 但是仍然被他搏 我相信他會扯橫 擺在拼球上 把兩個紅波擺散 都不擺 先調教袋口邊這隻 事實是 進入這個紅波都夠贏了 我 Dav bass 九波 好,湯底下的分數已經不足足了 打個alynde球 兩個孤蟲雷笠 協度得不夠深 只剩下兩個紅球 先親住 麥克勒這盤是投降 目前奧蘇利文是以8比4領先的 分數是0比7 奧蘇利文是落後有個機會 麥克勒可以試中袋 很漂亮 好棒 而且能夠調整黑球 轉橫 過兩球 調整左手邊這個紅球 一個直撞 可以打一個stop撞 然後站在紅球這個位置 調整黑腳 有個斜度 9 這球球要考究了 最好就擱到最左手邊這個紅球 因為黑球對上那個紅球 如果是擱到下去 可以試試的 沒錯 扯深了 其實這球是一個stunt shot 但是他打了一個scu-back 16 白球是退了後 是Q法的錯誤 唯有先打一個Q先 分數是23比0 麥克勒是0先的 這球真的要再打一個stunt shot 否則會是一個double kiss 漂亮 先走下去 不是那麼黑 真的 真的 Hemacolic16 射擊得很漂亮 力水也相當之好 可惜是 人算不如天算 掉到袋裡 其實麥古洛 已經打得不錯 今天 他有機會 可以爭取局數 奈何奧蘇利文 實在是太厲害了 好 好 看看這球又如何 射尾袋 兩個fusion 朗角 真是偽工人膽大 這樣也可以調整個黑 好球 這球真是好球 落低Q的力水 和Q法 用得相當恰當 在中間穿過朗角 出來調整個黑 值得再看一次 伸展橫 把紅球挾散 這個Q夠轉數 這個低Q很夠轉數 落下去之後再退口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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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那個紅球的半球 可以令到白球 可以旋轉出來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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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策 直 一 直 一 二 藍 一 一 六 16 17 24 25 25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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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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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中袋呢? 新橫搞黑的,有點散散地了 被奧蘇利文已經搞到他有點散散地了 這個球更厚了 拼球旁邊這個紅球 推中袋可以調成拼 弄上去,先調藍 再拿左手出來,輕力推前 7 打個黑的,拼球在拼球左手邊 拆過 稍微大力了點 14 15 21 22 不用想過黑的 桌面上只剩下四個紅球 拼的,拼橫 領先41度,桌面上剩下四個紅球 只要打兩個紅球就夠贏了 Soft stun,把黑的 謝謝 29 最好教,黃球左邊這個紅球 在左邊的中袋,輕輕彈高一點就行了 Stun Wang 都不埋邊 就著力度 進入這個紅球就夠贏了 36 37 沒錯了 拿了個冠軍杯 看能否打光 有點難度 因為兩個紅球都埋邊 怎麼部署他呢 打完他 最難就是菇順邊這個紅球 這個角度不錯 可以推下去 把他勾出來 不用勾了 貼在哪裡 還有斜度 49 可以推彈 把白球彈高一點 教黑的 50 好位 不過難打一點 輕力推前 彈出來 一張圈 教黃球 50 57 59 62 62 66 71 11 15 0 10 0 7 4 0 1 0 9 frames to 5